我們到了 到哪裡 這是華新的喜來登 為什麼來過了還要再來 就是對他的印象很好 一直很期待有機會再來 到了 我們到了 現在華新的喜來登飯店 你覺得他有什麼不一樣 什麼意思 你不覺得他進來聞起來有一個木頭的味道 沒有啊 我覺得有耶 他的木頭很香 真的嗎 我最喜歡飯店有個木頭的味道 我覺得沒有 有啦 咪就有 有點度假的感覺 他其實他在泥進來 他這個飯店就會有度假的感覺 就是他就呈現著一種 很放鬆 relax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先開箱一下他的飯店給大家看 看一下他廁所 欸他廁所 你感覺怎麼樣啊 他的廁所就是有一種 幾乎都是瓷器的感覺 幾乎都是瓷器 欸真的耶 這邊都有綠色的瓷器 大家都是瓷器 感覺起來有搭配過 你看這些瓷器啊都是綠色 跟牆壁也是綠色 有同為一體喔 我現在看綠色的牆壁就想到W的東西 這邊的綠色就不會怪怪的啦 W的綠色怪怪的 就是他的那個綠是比較有螢光 這邊比較有 比較按摩綠色一點 可是這間飯店你就是一進來 看到這邊的這種 你會知道他有點久 對有點歷史 對有點久了 東西就是看起來有點舊舊的感覺 沒錯啊 欸為什麼這個有水啊 有沒有牙刷 他這個算是比較環保的酒店 都沒有 如果你有自己帶就不用要 如果你沒有的話就可以跟飯店拿 那這邊就是馬桶 馬桶就是一般的馬桶 對一般的馬桶 然後他是淋浴跟浴缸都有 他的浴缸很大耶 欸這個可以泡一泡 你看他們小朋友會兩個人 橫子坐在這裡 對而且我覺得泰國他們蠻喜歡 浴缸的外面都有一個玻璃 可以看到外面 他是洗澡的東西放在這裡 真的沒有牙刷 他比較環保的 真的真的沒有 對整個浴室就是這樣子的 感覺上還蠻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面吧 他這邊還可以把這拉開 對啊 就是你可以感覺洗澡出來看 到外面 很舒服的 進來的右手邊這邊一樣有個衣櫥 衣櫥裡面有什麼呢 背袍、拖鞋還有雨傘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櫃子 把它開保險櫃跟吹風機 這底下應該沒東西吧 是空的 是空的 他上面有放備用的手頭跟免費 然後再來這邊有個零食櫃 零食櫃這邊有 欸蠻貼心的耶 像冰塊裡面有冰塊 不過都快融化了 他的水啊是用玻璃瓶裝的 你喜歡用玻璃瓶裝的水嗎 還好 還好啊 他們感覺是這可能是 就是想要環保一點 拆一下他的泡麵賣多少錢 這邊有寫了 多少錢你會吃 如果50塊我就吃 這裡 40塊 欸泡麵40塊 40塊等於台幣30幾了 勉強可以接受 對如果半夜肚子餓 可以吃一下他的泡麵 對可以接受 現在這裡有 欸這個好多杯子喔超多 哇 杯子是蠻多的耶 對蠻高級的 這邊是空的 對 好這裡有冰箱 飲料都在這裡面 另外收費 可是其實這間酒店外面就是便利商店了啦 蠻方便走 有嗎 走出去往右走就是便利商店啦 好 所以其實你要什麼飲料 從那邊買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我們進來 我們這間是這邊是一個沙發啦 對那不然我們兩個睡這 然後油油色色 前面拿色色 而且我蠻喜歡是他的空間是 好像比一般的飯店高一點 我覺得是 他把這邊打厚 然後他比較高 所以整間飯店看起來就不大 對看起來還蠻大的 整間飯店就呈現了一種色系 菜脯風氣的感覺 對其實蠻舒服 我們再往這邊走 他雖然看起來舊啦 可是我喜歡 這真的有散發出一個木頭的味道 可能是幽默還是什麼 這顏色比較接近幽默 可是一般飯店應該是不會用過木材 對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桌子 他桌子蠻大的 他有這個防蚊液 哇不錯很貼心啊 也防蚊液 這邊蚊子真的很多啊 對沒錯 可以先插起來 整個房間看起來就是 這樣子 我們是一張床的 床是軟的 看起來知道是軟的 對不對 對很軟 對床是偏軟的 那整個味道就是比較 中規中矩帶有一點度假的風味 欸大象欸 你把大象弄啊 你進來其實有送我們一隻大象 高一點 對 他偶爾有一隻大象 對 這隻大象 不對是醬了 是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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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貼心給我們一個水果盤欸 對他這邊有一個水果盤 有什麼水果啊 這個 可是我一直在想這是什麼 這好像是什麼 糕點 而且他放在木瓜旁邊 我就看 唉唷連霧 有連霧欸 有連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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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們看一下外面吧 他最棒最棒就是有一個陽台啦 我覺得有陽台很重要欸 房間一出來就有兩個躺椅了 然後我們今天是在二樓的房型 如果你是在一樓的房型啊 非常棒欸 可以直接就跳入游泳池了 然後他的泳池非常非常的大 到到非常的誇張 他這個概念就是 每一間房間的外面就是泳池啦 然後繞了一整圈 這是一種漂漂河的概念對不對 我記得在直播上有跟大家講過 花心的喜來燈 他就是 直接把八仙樂園的漂漂河 搬到飯店裡的概念 他就是這樣子 不要去游泳了 游泳還帶海苔 游泳還帶海苔 為什麼游泳要帶海苔 游泳還帶海苔 你會不會太誇張了 這間飯店啊 最棒的就是他的用途 就是你不會覺得他很高級啊 什麼很新的 可是 因為他的價位就是 一間多塊台幣而已 所以 光是泳池啊 跟那種度假的氛圍 我覺得一切就已經夠了 我很推薦你這個飯店 他到水裡就變海苔了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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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也跳下去了 今天飯店很棒是說 如果你在一樓啊 就可以這樣直接從房間跳出來 就是泳池 超棒 把這個雞蛋花 送給我老婆 親愛的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送你一朵花 新年要拿紅包 新年快樂 紅包拿來 快點 新年快樂 他要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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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妳的姿勢很醜耶 這樣可以加速啊 妳的姿勢超醜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我姿勢這樣 我跟你講 只有我教練在教我們遊戲 這樣姿勢超醜 這樣超醜的 妳不是宅男女神Joling嗎 我餅男女神 爬尾姿勢 你覺得這天早餐怎麼樣啊? 它東西蠻多 而且它有很多很奇怪的料理 就是打開之後你就這樣 就是不知道是什麼 沒看過的東西 在泰國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他們也有熱的青菜 炒青菜 哇 超棒的 我覺得在別的地方好像比較少 台灣會有啦 泰國也會有 就是覺得來這邊吃 都會吃到炒青菜很棒 然後它歐姆蛋煎得很好吃 就是它煎得很漂亮 然後料很多 然後它剛剛還為什麼不給你BBQ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他不要說什麼 它講泰文 那個人不會講英文 然後剛好旁邊有一個男生會講泰文 會講英文 他就先跟他講了之後 他拿了三串 然後就跟我說 欸你也可以拿了 結果我那個男的走的時候 他又不給我 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他給他不給我 他就給我了 你可以提示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給我 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明天可以早一點來去拿那個啊 好啊 對啊 對啊 明天應該還會有 他那是用炭烤的 其實外面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外面有那個現弄的河粉 然後還有泰式奶茶 冰咖啡 炭烤豬肉串 健身中心 你現在要去健身中心而已 他大概24小時的 24小時 對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住這邊的那個飯店啊 他24小時的健身房 如果你是住在最後面的房間 你真的不會想要來 因為超遠 Biznic Center 今天你要做什麼運動 今天要騎腳踏車 現在是晚上的10點10分 我們趁小孩子睡了之後都跑出來做運動 這個健身房啊 其實白天視野是不錯 比如說現在晚上看起來有點暗迷摩 嗯 有點暗 今天一直打算騎腳踏車 我不想要做太劇烈 你可以認真一點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這兩天 我們都有去游泳池 很累 好從頭到尾都有啊 是我大腿內側很痠痛 好 那請你認真一下好不好 快一點 動作快一點 快一點 快一點 再快 再快 推到極限 我都跑到歐洲去了 你歐洲咧 歐洲是亞洲可以去 我就不用買機票了 你直接騎去冰島啦 掰掰 這個很累 這個有點類似那種爬樓梯的 那種踏步機 然後這個 自行練菜 你知道李文嗎 李文知道吧 那個Coco李文 他都會邊踩這個邊唱歌 喔真的喔 訓練自己的肺活量 那你要不要換一台去訓練一下 你的肺活量 那我沒辦法 那台我踩不會講 超炸 這邊有三台踏步機 還有三台跑步機 這邊它就是一些中心的器材 整個健身房 沒有說非常的大 然後走過來一間 這邊還有一個瑜伽教室 啦 這麼愛困喔 很缺氧 很缺氧 你看都晚上了 然後玩了一天 然後又運動 現在當然會想睡 缺氧很正常 那你覺得這間飯店怎麼樣 我們這次沒有飛空派 很可惜 因為附近有個機場 真的喔 喔對對對 滑星機場在那邊 對對對對 所以不能飛空派 其實這間如果 能飛空派給大家看 它是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泳池非常非常的大 很壯觀 可是不能飛是有點可惜 其實它價格不貴啦 多少錢啊 我有點忘記了 4000多塊一個晚上 就是跟我們前一天住的差不多 我來講 它兩個比較大的缺點 是我比較在意的 第一個就是 它對於那個 白金會員來講的話 沒有說特別特別的禮遇 就是因為它沒有lounge 所以它有多送一個早餐 可是就是沒有lounge 有時候lounge很方便 第二個缺點就是 它離市區其實有一段距離 如果你做GRAP的話 到那個滑星 真的正式去夜市那邊的話 大概要20分鐘 基本上你不想花錢 你就一定要做它的shuttle 可是shuttle又有固定的時間 所以很麻煩 可是它就是賣它 就是這些公社 對 它有很大的福利 然後旁邊沒什麼人 然後就是完全就是度假感 就是它是一個很度假的飯店 我會建議如果你是很喜歡 一直待在飯店的人 這間我就很推薦 就一整天耗耗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稍微省一點 其實走出去 走個5到10分鐘就有7分 大概快10分鐘 會有個7分 而且對面也有outlet outlet裡面有東西可以吃 總而言之它離夜市市區 雖然有一段距離 不過它的機能 還算是蠻方便的 這桌結尾了嗎 要再賣萌了好不好 鬥雞耶 你40回合 欸我不會這樣賣 你會這樣我這樣有鬥雞眼嗎 我現在這樣 你這樣不是 你這樣是向下看而已 沒有 我不會鬥雞眼 我不會我不會就是 不看東西鬥雞眼 你看著我的手 嗯 這樣就鬥雞眼 好知道了 可是沒有辦法一直看著一個東西鬥雞 我不會 你可以一直看著我 你的人生就不鬥雞眼 這什麼答案 這什麼答案 好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 結果我覺得它剛剛講得很爛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下午一點都會發布影片咯 明天見 記得要追蹤我的instagram咯 拜拜 Goodbye